今天目前到現場這100多名的復興航空被資遣的員工 全部都是昨天在黎明神家樓下靜坐 然後直接帶過來的員工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員工其實真的非常的憔悴 我們一天一夜守在那邊就為了等黎明神董事長 但是我們其實連個影都沒有看到 大門深鎖外面一堆保全一堆警察 完全沒有辦法看到黎明神董事長一眼 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在家 所以我說黎明神真的是豪宅聲音哥啊 完全不顧這些員工的心聲只顧自己 我們跟復興航空的公司抗議的時候 要求他跟我們勞資協商的時候 他永遠都是派出底下的執行長劉東銘 然後來跟我們談 然後他永遠都是雙手一談說這個我們沒有辦法 你們要提的東西 我們要帶到董事會跟股東會做決定 然後甚至在協商會好不容易在公會的壓力上 他終於承認要給一個承諾要給一個優於之前勞基法的方案 但是這個優於勞基法的方案大家也都知道了嘛 就是零點五一跟零點五二三年以上到十年的 的年資的員工我們給優於勞基法多零點零一的 這個基數 那三十年以上的員工我們給優於勞基法零點零二的基數 這樣換算起來其實平均每個人可能五平均五年以上的可能多了三千塊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就是 附行航空目前回應東會的態度就是非常的不負責任 甚至這一點點的優於勞基法的這三千塊五千塊的這樣的金額 他都還要加一個但書說這個項目要最後經過董事會跟股東會同意才可以執行 也就是說連這個三千塊五千塊的金額他到最後有可能是跳票的 那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是我們非常不能接受的 我們也不能接受劉東明執行長一直說 附行航空沒有錢我們很努力的找錢 但是就是沒有辦法回應沒有辦法回應你們訴求因為我們很窮 可是我們認為這只是有錢人的金錢遊戲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早就預謀了官場 他們早就知道復興航空要即將要關閉 所以他們把底下有錢的復興空廚就是挪出去了 然後甚至就是還在就是甚至就是在大家平均薪資的部分也磨動手腳 導致現在我們要記好比如說像飛行員跟空服員他們在平均薪資的部分也是低於一般的狀態 那所以我們認為今天如果我們只是要法定的資遣費其實我們根本就拿不到這些因應我們應該有的待遇 因為有錢人最喜歡的就是玩弄法律然後用法律的部分要給你最低合法的但是那個是不合理的 那甚至我們要再去跟他要合理的待遇的時候又雙手一攤跟我們說我們沒有錢我們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今天才來到國產實業那國產這一棟樓呢這一棟樓其實有中心保全 復興空廚甚至就是登記林民生的30台跑車的一家空殼公司 蔚蘭有限公司也在也登記在這這棟樓的名下 林民生 林民生 出來 出來 請問國產實務有沒有人要出來回應 他現在把電腦拉帶我們說電腦 復興順帶我們就是說電腦 依靠我們 接著叫稱呼 如說 子女 anal 他現在把電腦拉帶你 結婚 退上班 不要退到腰 現在要後 別再讓我 開鐵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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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事出來 一明勝出來 開鐵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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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這人都還在想嗎 開鐵門